7號人 7號人在台灣有什麼代表性的人 在台灣嗎 第一個呢 最近電視上新聞常常看到他 就是郭台銘 郭台銘是7號人 因為媽祖偷命給他 我是跟媽祖郭台銘 他去媽祖烙街完 不是很痠嗎 然後腳又很腫 又會痛 真的 所以就代表 痠腫痛 了解 就這麼來的嗎 我昨天也是一直運動 我今天也是一直痠腫痛 怎麼辦 我看老師 FBR 2020年可以跟小英用武黨來代表 我們武黨那個稱次好 沒有 純屬虛構 好玩喔 對 一些蝦米的突發奇想真的滿不錯 像這種突發奇想應該屬於3號吧 應該是 應該是啦 所以我是被聽一下因為我沒有3 這樣子 我們講到一個東西可以馬上切入一個數字 我覺得這滿不錯 這是人的觀察 那一講到7號的代表人物是郭台銘 那他的特質特性 我其實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應該是會比較在意成本問題 在意成本 對 我看他廣告好不說完 他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是 目的在什麼地方 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們反過來說 為什麼他能夠有這麼大的一個王國 對 他是不是也是很在意 就是比方他去分析市場上面 或者是說 什麼地方呢 什麼產業 或什麼 什麼這個企業 對 他可能現在呢 比較需要資金的易入 他可以趁這個時候把它承接起來 對 等等的 這些時候都是要靠精算 對 所以他就是比較容易精算成本啦 知道怎麼樣可以賺到錢 是 因為他表面上所統計出來的事情說 7號代表人物就是郭董 對 但我相信他就是像我們老師講 其他的盤應該會影響到他 是 你看他投入那種大筆的金錢 我現在沒有任何政治的一些 對 我們存取做分析 是 投入那種大筆的資金嘛 在廣告啦 教育上 但是問題是 他所獲得的東西 對 是沒有 初選沒有上去 嗯哼 像我們剛剛講到7號人 他是會 針對一些事情有沒有成效性 對 他會做一篇比較成效性 對 沒錯 郭董如果這樣子沒有成效性的東西 怎麼辦 還是說他覺得他應該有 坦白說這個故事還沒有看到結尾 對 也對 所以我們就拭目以待 對不對 然後後面還有很多的 那麼觀眾 我等一下會開個盤 哈哈哈 我會開個盤這樣子 好好好 那撕下來 再撕訊就好 對 因為你知道我比較不喜歡公開的看 對對對 好 沒問題 哈哈哈哈 那你看老師我們剛才講 對 金就是 對於錢的敏感度 對 會比較高 對 那你剛剛老師講說7號人就是 省小錢 花大錢 花大錢 對 那我們怎麼要去避免 如果 因為像我也擁有7號人 去省一些 可能說 什麼叫省小錢 可能我要買一個包包 可能 不是說對夜市的品牌不好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 效用性可能 用了一兩年可能多塊這樣 對 我短不短去買一個 好的包 我可以撐了四五年 然後帶出去有質感 對 像我今天又買一個波羅泡 對 那個也三千多塊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因為波羅泡我覺得 也蠻耐看蠻實用性的 對 而且我前一個波羅泡 大概也用了蠻久的 嗯 我覺得 對 感覺就是 發一個錢 我買一個品質比較好的 沒錯 沒錯 這個以前 學員也曾經跟我講過 對 好 他說 我不覺得貴啊 他說 你一個包雖然很便宜 可是你可能用個一季都不到 你一個人就不喜歡了 對 或者是你拿出去 就覺得好像滿街大部分人都一樣 他說我的這個包雖然很貴 可是我一拿出來 他是長手錶 是 他說我這個手錶一戴出來 別人知道說 哦原來這是什麼手錶 什麼機械錶 什麼 那天一看就知道說 很有品質 所以他對於所謂的貴的定義 是跟我們一般人的定義 真的是不太一樣的 是 那還有一個實際的案例 我有一個學員 他跟我說 他說 老師好準喔 我先生就是這樣 我說我怎麼說 他說他先生啊 如果是平常的時候 或者是跟他們家人出去吃飯 的話吃得很簡單 對 他是那種可能 肉肉飯就可以 一餐就可以飽的人 對 就是路邊吃肉肉飯就可以的 對 可是只要是公司的客戶來 他一定是開賓室去接 然後一定是去飯店裡面的餐廳吃飯 對 所以他的落差就很大 比如說他非常重視質感 他會把這個金錢用在 他認為是值得的事情上面 至於其他事情呢 就省省的可以過就OK了 這倒是真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 倡導什麼要奢侈什麼 我覺得是實用性 就 我也能贊成老師剛剛舉的那些例子 對 錢花在刀口上 然後但是呢 就是 也要有品質 對 因為我去 像我剛剛舉的包包例子 我去大賣場賣 有個包 我跟你講很誇張 上禮拜那個拉力就掉下來了 然後我罵用 可能品質上還是有默測在 那我也去金銭鍋 那個大賣場包也好不然 也要五六百塊 那我乾脆多花一些些錢 品質也不錯 對 像我在做一些業務性的工作 也是一樣可惡 我們對我們自己 可能在外頭那邊 可能吃的會比較精簡一點 方便性 可能麥當勞可能趕快速 對 當然我們在應酬 或在客人那邊 當然是一個就是要形象 對 然後第二個是 總不能談個事情 在一個 我不說小事件不好 只是說那可能 吵雜環境 也比較不適合 對 然後我們在一個好的舒適環境 在談的過程中 對 比較有感覺 自在 對 要屬於自己的空間 對 或是喝個咖啡也是一樣 總不能說 在Seven喝個咖啡 來人人來去吃 喝到一半 聽到 歡迎光臨 所以我們直播也不能去那邊 對 不是說不好 只是說可能 選擇性的比較多重選擇這樣子 對 還會比較重視 咦 還會想到如果現在七號人的話 大概理財 應該是想到金嘛 對 對不對 那麼我用一個角度來說 好了 就是這個是一個大原則 對 就是你對幾 不管是幾號都可以適用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要 要節省 要存錢 對 只是說面對不同的特質的人 可能他在意的事情是什麼 對 我們用這個方式去跟他溝通 對 他比較能夠接受 對 我們剛剛前面在閒聊的時候 提到五這個數字嘛 是 五號人喜歡旅遊啊 喜歡愛好自由 喜歡不受拘束 好 喜歡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我們趕快告訴他說 所以你這筆的存款 為的是讓你現在這種 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是一年可以出國玩個吉他啊 這樣子的 這樣的生活品質 在未來不會被改變 對 能夠持續保有這樣的一個生活 是 然後為了這個目的 去做一個這個存錢的動作 對 一般而言大部分會覺得存錢 是一個比較痛苦的事情嘛 他現在明明這錢是我的 為什麼我不能花 對不對 那回到七號人的特質上面來 因為七號人他其實很在意的是一個 所謂的品質 或者是質感 或者是我表現出來給別人看到的樣子 那麼七跟八其實都一樣喔 都有這種特質 就是呢 可以告訴他說 你現在這樣的存款的目的是 我將來能夠當老闆 對 好 既然我們是要一個有品質的 那麼我們的店家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對 裝潢或什麼的事 他就不喜歡清清菜菜 對 或者比方說 他都覺得這個沙發椅 配這個桌子實在是配不上 對 因為質感出了問題 嗯 顏色不對 有色差 他可能就覺得 我要全部都整組換掉 所以他會花費 會不會比一般的人來得多 對 會 既然你想要未來 配個有質感的店家的話 你現在存錢動作 說過這件事情 對 或者是如果他是發花人 發作權的 對 他的存錢的動作 為了是將來 他能夠自己獨立創業 嗯嗯嗯嗯 對 因為像巴的特質的話呢 我很在意的是 就是那種 怎麼叫 尊榮性 那麼其實他如果做 合資生意的時候 合我生意的時候 他會比較辛苦 嗯嗯 為什麼 我又不喜歡別人管我 對 可是我如果資金不夠 我自己這樣也想要很慌 所以遇到一些衝突點 對 好 所以不曉得這樣的回答 OK嗎 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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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強迫自己儲蓄啦 對 那強迫自己儲蓄 有很多種 對 例如說銀行的定存 嗯 或者是買所謂的儲蓄錢 嗯嗯 或者是我們個人的風險 如果說還可以挑戰一下的話 對 去外面買基金 蠻重要的 但就是要針對自己屬性 去做挑選 適合自己的 對 因為老師也跟我合作 我們就在一些 公益團體裡面 有商務客人 就是利用這個 這個生育民處分析 對 去分析你的理財的特質 嗯 就是在下一次我們的單元 你會開闢這樣的單元 好 然後我也會邀請一些 在市場上一些知名人士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 存錢的方法啦 或者是效益性怎麼樣去 去衡量那些 好 然後請大家是那個 拭目以待 對 好 謝謝我的話 那不敲人就先到 取得之後 好 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再做一些 詳細的一些聯絡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